好,看的三星 是有形的啊,沒形的 那是 有我們眼睛看得到還是看不到的 眼睛看得到,眼睛看不到 眼睛看得到 這樣我定的不夠,我都看不到 你敢說,看得到,做得好嗎 是你眼睛看得到,看得到嗎 看得到 對,我現在是在說這三星啊 這三星是我們眼睛看得到的 我們的肉眼 應該是看得到 應該是看得到 哇,這樣你不厲害 看得到是有形的 對 比較重量 比較重量 這我看得到也重量 沒有 沒有 沒有,那有千百億電化身 這就是看得到人家的工具 就是看得到,所以有千百億化身 就是這樣,這樣看得到 在家裡就沒出來 好,那就是看得到才有這種 所以你看得到千手千眼 也不管 像好是這樣會講,多數千百億化 唉唷 唉唷 你講到了 唉唷 這個觀念很重要,你們要注意聽 你如果說佛祖真的是世上 我們佛祖上面那一千隻手 人家看到會插一張 那是一個表象 你如果說真的佛祖現象是那個 人家會嚇到 人家會怪物出來 那是一個表象 那是一個表象 千百億畫不是那個意思 所以齁 這三心都是啥 都是我們眼睛看不到的 我們的眼睛看不到 但是有眼睛看得到 代謝新聞出來給我們 沒有我們怎麼會在行 那不是肉眼 那有附近有發展 那這裡看得到 所以這三心都是無形的 真正有形的是這個 這三心都是大心的意思 對 心看不到 對 心看不到 所以我現在就是要分 分這兩個意思 這是用眼睛看得到 這是眼睛看不到的 這是眼睛看不到的 這個外視相跟內視相差別 這個是眼睛看得到 這個是眼睛看得到 這個是眼睛看不到 所以眼睛看得到這個色音 眼睛看不到的 那是感覺 感覺 感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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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分有三心 這個三心都是啥 都在說心 都在說心 千百億化身 那個 那個是哪一心的 你怎麼知道 那是一個 這個 這個是一個表象 所以你不要 你不要真的說 那副作 就是像那一千二手 那出來會不會怕到 所以千百億化身 是哪一個 一個 一個 那我觀音菩薩就是什麼 就是說 欸 你該以什麼身得度 我就獻什麼身度你 這樣的時候 是不是 是不是 我 我這色身 變鬼這種 呢 不是 了解嗎 那就是說 你若是技術來 我就用技術發動你 你若是出界人 我就用出界人 出界發動你 那叫千百億化身 我這色心有變嗎 沒有變 了解嗎 這樣才知道 真正千百億化身的意思 你若技術心來 我就跟你講技術發 你若出界人來 我就跟你講出界發 你若菩薩來 我就跟你講菩薩發 這種的境界 都不是瓦上的 都是什麼 內心 無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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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瓦上 這樣 那叫千百億化身 你不要 你不要真的把他動作 他可以化作技術心 你還可以出界心 我這樣 這樣 這樣 我那個工夫都沒有 我就沒有肚子 人了 你若說 我出界人 沒有在變一個居室生存 這樣會嚇到 你知道嗎 那個人變魔術 不是在變魔術 你知道嗎 沒有在那裡 這根筆在那裡 我沒有去 那是魔術 那是有技巧的魔術 正經印法的意思 就是說 你內心 是 什麼 金器 我用什麼 神分給你購 的意思 這是印記的意思 印記的意思 對 對 所以 雖然這三個都用心來生 其實都在說什麼 心 真正 真正沒辦法看得到 這是 這是色心 所以 六祖彈經裡面 有三十六對法 發心 發心到色心對 補心到印心對 等一下 我聽的 對 concealed 右手搬 右手搬 背心 是 自手 tyr 有 右手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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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這幾個心靈要粉紅清楚 法身色身對 怎麼呢 一個無形 一個無形 再來 暴身硬身對 怎麼呢 一個 智慧內修正的 一個是 化他 其中的 這邊三個是無形的 這邊的這邊有形的 因此要受形就是要受這個無形的 不是在受這個 這樣了解 重點是在受這個 不是在受這個 但是 但是 我們要藉這個色身來修正 那叫藉甲 修正 這樣 開門了 要知道 所以 那些齁 最大的需要 不是在外面 修行最大事業 不是在外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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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在內地的這個 不是在外面 不是在外面 それ就可以靠 不乾添 不乾添 你不乾添 那些食物 你就是 天投去 shows 你一般的人 他是注意到外面 他沒有注意裡面這個 所以齁 我們說一個騎這樣一個騎這樣 他看我們電腦 我們如果看他電腦 這樣 你知道嗎 他在看一笑 他在看一笑 這樣啦 他會想說 這你怎麼不愛 我們會想說你怎麼這麼愛 他會想這你怎麼不愛 我們就想你怎麼這麼愛 你就找人家裡你怎麼這麼愛 這要清楚這不清楚 你會直接三 三流所在去 你如果定力不夠 你又很容易被 共專照 中間就是 我們中國禪宗所說的建築 那是名相不夠而已 意思一樣 中間不是說 理兩邊 還在 一張的中間 不是這樣的意思 中間是 理兩邊相 然後又超越內心的意思 會再建設 我們 我們 應該會有 那個 李宗盛 又唱過一張歌 叫做道義犯兩邊 立志擺中間 這是 那些 那些 首歌也是很有意思 他對一般人都這樣 道義犯兩邊 立志擺中間 這邊 這也有中間位 但是他跟中間位 是相似的中間位 不是真的 真正的 中間是 理相之後 又超越內心的意思 所以 是理這個 外相 又超越內心的意思 所以是 建相的意思 這就是我們說 破相 流 相 的意思 這個相 不是這張在內相 是 復相 這中間是 破相 流復相的意思 不是說 破兩邊相 又 丟在中間的相 這樣也是 也是 一樣 也是 又特別外面的相 真正 真正符合他 他的關鍵在這裡 因為一般的人 你若 你若 你若不說得那麼清楚 他有時候說 善不能執著 不善也不能執著 啊 站在中間 不就比 這樣 這樣 有更好 不執著善 啊 不執著惡 啊 站在中間 這樣才有更好 啊 不然怎麼呢 副祖教人 要 諸惡莫作 眾善奉行 這相又很有矛盾 啊 啊 所以我們要了解 因為 不要 叫你不要執著惡 不要執著善 是叫你超越 內心的意思 不是說 你不要善也不要惡 跟在中間 啊 跟在中間也是不破窮 啊 也是不了解不犯 啦 像我有來現在 看我家的人說 啊 你要 你要吃菜 啊 他說 啊我就不要做壞就好 吃菜是好事 啊 做壞是壞事 啊 他剛站在中間 他說啊 我就不用吃菜 我不要做壞就好 他剛站在中間 站在中間 是不是啊 那意思是不是站在中間的意思 對 所以世間人顛倒就是顛倒你的家